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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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每个借给朋友的钱 他都不想还我 所以我现在 就是有一种啥想法 就是没有 我也不借 我也没有 没有吧 有时候像一说了 把莱姆金磨进里吧 有的是 见的时候也没准备还 还有的呢 是真的没切还 没弄好他就没切还 所以他是很多原因的 就是想想这些原因 就释然了 有的是没切 有的是真不还 那你见到那一刻你就知道 他有钱也不还 他就是那种人 如果是从佛学角度讲 生生世世英国丝毫不爽 谁也切不下你的 如果不还呢 就当不撕了 就当给这个世界不撕了 就是这样 也许你很多的灾难 都是因为你不撕搞垫的 你要没有撒出去的这些 你把钱 却到你家里放在地窖里 你很多的灾难避免不了 嗯 善且永远会免灾 你记着这个 保出善一定会免灾 有些东西 有些当然说我们善不是随便的 有的是他有些人拿了做了正事了 有的人拿的可能去做坏事去了 因为也要学朋友的或者是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 这个朋友来了 他是你的朋友 你也不知道他说的很好 他说是要做做 你也不知道他是做正事做善事是吧 那一刻你拼一刻善良的去相信他了 相信他是做好事去了 那谁知道他出去拿了做了坏事是吧 但那一刻你发心是好的 那是他的因果了 是不是跟你没关系 慢慢的释然 从每一件事纠结里边释然 所以不要放弃自己的善念跟善行 在这个世界去努力的让自己 其实这个世界上不满了邪恶 我们有能力做个善人吗 我们有能力做保持自己的正直善良 这也是要力量的 很大的力量的 因为很多 虽然身边的人一再骗你 朋友一再骗你 但你有能力做一个正义君子吗 我仍然相信爱还是有的 无私还是有的 恩恩怨怨不知道 相信真正的朋友还是有的 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份善行 我不会做这些事 所以说你的善良还是起座业的 对吧 是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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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